继续上节课的内容 我们来学习一下物理天空 包括下面的东西 好 那这物理天空呢 它参数是比较多的 然后这里呢 大家不用担心 一个一个来看 第一个呢 就启用 是否开启它 然后它的一个透显 然后下面有这个载入天空预置 包括这个天气预置 如果说你装的是完整版 并且有它这个预置的话 你可以载入出来 如果不是的话 你就没有 然后这个也没关系 因为一般来说 我们也不需要它那个预置 有时候调起来会比较奇怪一些 好 然后下面这个呢 是天空 就它基本的这个天空环境颜色 你像这个 什么天空环境啊 还有太阳之类的 都是包含在这个天空里的 那第二个呢 就太阳 是否让它显示这个太阳 如果没有太阳的话 它就不会有这个太阳的一个 那么强烈的光照 对吧 包括它反射啊什么的 都可以反射到太阳的 然后在下面是这个大气 大气开完之后呢 它会出来一个单独大气的选项 包括这个云呢 就天上会有这种云朵 那你可以直接渲染看一下 它这个预览呢 是很模糊的 但如果你要去渲染的话呢 它这个云还是比较清楚的 因为正常来讲 这个云你也不会说看特别清楚 对吧 然后下面呢 还有这个体积云 就是如果你要想表现下面 它这些自己汇智的云朵的效果的话 你就需要把体积云开启 还有像这个烟雾啊 彩虹啊 阳光等等等等东西 这个就根据具体的情况 一般来说呢 我们这些东西是都不用去开启它的 主要开启什么呢 就是这两个默认的 天空和太阳就OK了 好 然后坐标没什么可说的 就可以去调整它当前这个坐标对吧 位移它 那主要呢 是这个时间区域 好 例如说 以现在这个时间为例 你就可以直接点一下 对吧 就是像这个3.16啊什么 你可以自己去调 还说是中午12点 都可以自己控制 那么它这个环境呢 就会根据你时间进行一个变化 那同样呢 就是调整到晚上 你就可以给它转一圈 转到晚上就OK了 就是个夜晚的效果 你可以选择它的日期 那么这里啊 你就需要注意了 有同学他会问 哎为什么我这个物理天空 我设置的是5月份的 然后时间也跟它是对上的 但是我这个会比较发蓝一些 有的时候你要注意啊 它那个日期是有关系 就是说1月份的时候呢 它这个天空 它是比较偏黄一些 它跟你这个时间 还有你的日期都是有关系的 所以就是说你除了改时间 你还需要看它的日期 就是不同的天气嘛 它都会有一个不同的天空效果 就为什么有同学 它那个改完之后 渲染出它还是比较黄 有的是比较蓝 你就改这个就可以了 还有呢 就是它这个下面哈 有不同城市 你可以自己去加载 不同城市的一个预置 它会根据当天这个城市的时间呢 去调整你的一个天气 但这个东西呢 一般也是不用去调的 就不用去管它 包括这个年份 你可以自己去改 还有在这里 可以就如果你觉得这样调不精准 你也可以这样控制它的时间 都可以 那么这个就它的一个使用 好 改到6月吧 然后下边一个呢 是天空 这个天空呢 就很少需要去改动它 第一个物理天空 你就是 如果把它关掉的话 你就可以通过下面去改它 一个颜色 就能自定义颜色 想要什么颜色都可以 可以自己控制 但这样呢 就会非常的假 最大高度呢 就可以改它 这个渐变的一个过渡哈 看现在我改完之后 它这个蓝色就不会 看起来比较硬了 它这个范围就会更广一些 然后它大气强度 改弱之后呢 它这个就会比较暗一些 大气强度减弱了嘛 这个就大气嘛 这个东西 效果浑浊 就是让它这个饱和度就会 这里就会低一些 还有它这个地平线起点 就可以去旋转它的一个地平线 这个你可以自己控制 像它这个地球半径啊 之类的东西 好 继续回到物理天空 把它开启之后呢 这里边还有像这个视频线 开完之后呢 它会给你开启一个视频线的效果 下面就是这个黑夜对吧 这个晝夜嘛一个白天一个夜晚就直接给你开启了 所以一般来说你不可能说炫一个这样的效果 对吧 除非说你特殊需要你可以做一个 然后颜色暖度呢 就是说你这个天空如果觉得它颜色比较暖 你可以给它降低一些 它又没有那么黄 还有天空的一个亮度 它的一个强度 那这个你在炫的时候你可以看出来 剩下就是它一些细节强度 像夜晚强度比率啊 调到夜晚你可以看到还有饱和修正 可以让它饱和度更高一些 这种颜色饱和度比较高的天空 然后色调修正 就类似于更改它的一个色相 你可以自己去调一调 像那种粉色天空 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伽马值修正 就跟咱们之前讲那个伽马值一样的 可以给它2.2什么这个自由控制 好 然后这可见强度和抖动都说了 抖动的话就让它上面稍微有一点点那种细节 但这个又看不太出来 还有这里它会有臭氧 臭氧你是可以自己控制的 但一般来说 这个就跟OCD那差不多 我们不用去调整它 然后再下面一个呢 是这个太阳 太阳的话呢 就是 这里我去选一下 就默认太阳是这种 比较淡黄色 大家会发现你改不了它 改不了它呢 你怎么去修改它 你可以在它自定颜色修改 就是我现在让它太阳改成一个这种 很黄的颜色对吧 看这里它一个变化 你就可以这么样去更改它 因为它当前如果不开启自定颜色 它是根据你物理天空的那个太阳颜色来的 好 下面这个是你太阳的一个强度 你这个给的 这个强的话呢 你这个太阳 它会照得更亮一些 那我们当前可以看到这个太阳哈 这里呢 默认的还好 但如果你要用OC的话 你调整它强度 你会看到那个太阳会变得大一些 然后这里还是一样的 控制它的一个强度呀 然后它的一个色相饱和度的修正啊 等等东西 你可以自己控制 像这种偏绿一点的太阳什么的 尺寸比例呢 就可以去改它的一个比例了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去把它太阳改的大一些 看这个巨大的太阳 可以自己去控制 那大了之后呢 它这个影子就会对应的更加柔和一些 你比如说我去创建一个平面 像你做OC也是啊 它那个太阳如果特别大的话 那你这个影子就会非常的柔和 所以一般来说 这些参数我是都不去改它的 看就是太阳小的话 它就比较硬对吧 比较大的话它很柔和 包括你不管是太阳还是什么灯光 它基本上都这个原理 这个咱们之前也讲过 然后就它可见强度 可见强度就是你控制它这个 太阳的一个可见强度 如果把它给的比较高的话 它可见强度就会更明显一些 可以找到这个太阳 可以自己控制它 然后这个你还得需要渲染出来 才可以看得更明显一些 但一般来说 你这个产业不会说抬头要看一下太阳 你看的还是模型 好下面这个呢 镜头光斑 就让它是否有一些那种 太阳辉光的镜头光斑的一个效果 就这样的效果哈 你可以去模拟一下 然后像这些参数呢 它基本上来讲都是渲染完之后才可以看到的 可以看到这种光斑的效果 嗯 这种东西一般还是很少有人去调整的 但是如果知道怎么去调的话 你就可以前期的把这样的效果给它模拟出来 这么一些效果 OK 然后剩下你还可以自定义太阳 对象 例如说这里 嗯 弄一个胶囊啊 这类东西 可以把它针进去 然后就是说再来渲染 然后它就会以这个胶囊为 它一个自定义太阳对象 但这样呢 效果就会比较假 所以说还是 正常这种太阳就OK了 好 然后它这个灯光 投影的类型你可以改 它默认的就给你去一光 因为去一光最真实的吧 你也可以去给它改一个不同的投影类型 它这里呢 我去给它一个圆盘 好 看一下它这个投影哈 实际上跟咱们讲那个灯光的颜客一样的 你比如说它的密度 就是它的投影的一个透明度嘛 你这个给的越小的话 它就越透一些 给的越大的话呢 它投影就越实一些 表它一个透明度 然后它的投影颜色 你可以自己更改 比如说来一个这种特别深蓝色的哈 这个可能还不够明显 对比一下 我给它改亮一些 让你们看一下 对吧 这样的蓝色 你可以自己更改它投影的颜色 还有它是非有一个这种透明的效果 你可以自己去开启它 包括这个采样精度 你可以去给它给高一些 给高完之后呢 就像一些那种小的噪点啊 什么它会减少一些 就会更精致一些 主要是增加它这个取样值 会效果更好 好 那么这个就是太阳 所以说呢 它这个分裂还是很明确的 你调天空就天空 调太阳就太阳 它单独给你分开的 包括这个时间也是 然后最后一个呢 是这个细节 细节的话 这个你几乎就不用去管了 就如果你要是晚上的话 它就会有月亮 然后白天的话 它就是太阳嘛 控制太阳 然后是否显示星体 那这个呢 我去改到一个夜晚 转一圈 像这些就是星体 如果你要是正常默认开启它 它有这些小星星的 可以看到吧 当然在你把它关掉之后呢 不想需要你这些小星星 你就给它关掉就OK了 那这个东西就是你可以 自己自由控制的 这么一些东西 它就是在一个星空里面 一个很大的一个星空 OK 然后这里呢 会有它这个显示月亮 什么之类的 包括它的一个最小数量 就控制你当天这个星星的一个数量 就有的时候你觉得它这个星星效果还行 就太多了 你可以这么控制 但有的时候你觉得太少了 你可以给它增加 增加完之后 它就满天星的效果了 就全都是星星 你可以自己控制 所以就是如果你下载了一些 它默认物理天空的预置啊 也是一样的 它改的就这些参数 只不过说你不用自己去调了 你直接加载它的 它给你设置好了 然后它这个亮度 让它这个星星呢 更加亮一些 还有它的一个行星的半径 改完之后 这个星就会非常的大 但这样就比较假 所以说我们也不想要这个效果 还有像它这个显示星群呢 这些东西 就有一些更多的一个细节 这种网格宽度的话 就是会给它有一些这样东西 然后我不太明白 它这个主要是为了实现什么效果 就像这种东西 反正就有这种属性吧 你可以自己去使用 但我觉得这这种线有点怪怪的 不过也还好 可以调整它这个宽度的一个角度 对吧 这个东西我一般就不开它了 还有它这个显示行星啊 天空 充定光 还有合并 天空与太阳 这些东西 下面就是 这些东西啊 它都是一个基本参数 就不用去调它 那如果你要有的时候觉得它 夜晚这个效果 它环境照的不是很亮 你可以把它下面这个 给它调高一些 这样的话 你这个环境照到物体上 它会更亮一些 因为它产生全音光照效果会更强 它强度 还有它当天这个环境对它影响的饱和度 给的越高呢 饱和度就越高 还有云层对它的影响 OK 然后像它这个显示区域位置 HUD HUD呢 就当天你这个 视图里面是否显示它这个东西 显示这个区域 你可以通过HUD去看到 好 那么到这里呢 咱们 嗯 物理天空就全部都讲完了 一个详细的参数 好 那下一课呢 我再去把剩下这些去讲一下 OK 咱们下一课见 by bwd6